明镜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蜜蜂橙橙 我真不是有意惨你们啊 今天包饺子 又是婆婆丁馅的 我们这样就趁这些东西 婆婆丁还叫啥呢 啊 蒲公酱馅的 我发现我要是整个粉色的衣服穿是能停啊 能不能有点装嫩呢 你听我看 你看 不说你过年买一份细琴点的衣服 关键是我穿粉衣服 它原来有点装 其实真没有想到 就是咱们这边就是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食材 就是老百姓天天吃都吃够了的东西 还能挺受欢迎的 就是关键是现在走的 外边的外边城市里的人 他都都注重养生的 因为咱这吃的都是纯绿色的 也没有不是说的重的 都是它自然生长的那种东西 他们都喜欢吃 其实按那个 就是国家的这个就是 平均平均年龄这一块 其实现在的人普遍比过去的人要长寿 对呀 就是生活水平好了 再一个啥 就是劳动量也没有那么大了 那以前我给你把种地爬上 一天走来会儿的走好几十里路去那个去种地去干 现在哪有啊 那你说现在的现在的人普遍比过去的人要长寿 为什么现在的人还要普遍追求过去的人的那一些的生活方式啊 饮食习惯呢 呃 不算是饮食习惯吧 就是吃的东西 哎呀 怎么说呢 又说又营养健康呀 为什么呢 过去是营养健康 现在是营养过剩 也不能那么说 也不能那么说 因为现在是啥呀 这个化肥 那个农药 你看不管鸡鸭鱼 都是那个化肥弄出来的 蔬菜啥的都打农药干啥的 也就是咱这个地方 还有野生的 自己用农家肥种的 所以他们感觉 吃了这些年外边买的那些东西 他吃不到就是咱们这种的东西 他愿意吃这样子 不知道 我也说不清 那我只能把这个问题 交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了 我也说不清 尊敬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就有这么样一个问题了 既然是现在的人生活更好 然后平均寿命要长 为什么还要追求 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小的时候的那些食材 说是更健康 更健康 为什么是现在的人的寿命长 什么原因 到底吃的是情怀还是健康 什么意思 是 这些食材 这些食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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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抽 蛋 雞蛋 生抽 我的心 味道 先洗澡 剛才先洗澡 以前那一位